这些年新疆的社会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 已经连续四年多 没有发生爆破案时间 那么它带来的一个 就是这个稳定的红利 这个正在充分地释放 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旅游业 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 那么来江的中外游客数量 连破记录 那么在2019年 达到了2.13亿人次 同比增长41.96% 其中入境游客达到 178.78万人次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 旅游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随着新疆常态化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那么也带来了旅游业的 逐渐的恢复 那么2020年 来江中外游客达到 1.58亿人次 其中在中国生活的外国来江游客 大概有3000人 那么今年的上半年 新疆接待游客 已经达到8800多万人次 其中在中国生活的外国来江游客 达到上千人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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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